1月9日,大S在社交平台发布了一段视频,为巨俊夜宣传大年初速的演出,迅速引起网友热议。 画面中,巨俊夜用中文说道,大家好,我是巨俊夜,新年快乐。 随后,巨俊夜又用航文透露将于1月25日与阿根廷的极限春汉一起同台演出。 巨俊夜表示,我保证一定会给大家带来想不到的惊喜,快去买票吧,和我一起度过愉快的新年假期。 画面中还出现了宣传海报,巨俊夜的照片还摆在徐怀里的后面,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是主演表演嘉宾。 事实上,巨俊夜只是在极限震撼舞台上客串一个角色而已,甚至连主演都算不上,主办方主要还是看大S的面子。 自从大S官宣与巨俊夜结婚后,南方知名度大涨,他雷时发现一人都算不上,却因为重变事件,获得了很大的曝光,虽然对吐槽之乱饭。 大巨俊夜却心安理得,住着汪小飞购买的上一豪宅,睡着他的前妻,开着对方的豪车,难怪汪小飞会这么恨巨俊夜,被此有网友吐槽,巨俊夜演出居然有人去看,如果不是大S,谁会认识他? 妃子,你怎么看呢?